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就先从销售量上面来好好看看 到底台湾人都喜欢玩哪一款皮卡呢 艾达 其实现在皮卡市场非常的热门 对 那以往皮卡车大概品牌里面就只有一个车型 那么现在以福特的Ranger来说 你就会发觉它有三种车型 对不对 它甚至还有这个职人型的 算是一厢半的一个车型 所以在皮卡市场其实消费者的选择区分也相当的多 那当然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 福特算是最早开始导入 PickUp车型在台湾销售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七月份的时候 你来看一下 目前市场上可以买到的 三辆皮卡车的一个销售数量 我们看到福特的Ranger卖了105辆 Toyota的Hilax卖了32辆 VW的阿玛洛克卖了23辆 你会觉得这个数量是不是感觉有点悬殊 就是以Hilax加阿玛洛克的这数量 甚至只有这个不到福特的Ranger的一半 那当然这是有一些些差距的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Toyota的Hilax 因为它在七月的时候刚好面临到了 它小改款车型的一个发售 所以它手上的配额也就没那么多了 等于是把它小改款前的车型 出清完了之后就是等到 小改款车型开始正式的销售 那这个销售数量 所以我们大概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你会说VW阿玛洛克 为什么销售数量这么低 因为其实VW阿玛洛克 只比福特的Ranger晚一年到台湾 也就是2012年的时候 它就进来台湾了 可是它的销量在头一两年 大概到2012年、2013年的时候 都还跟这个福特Ranger的销售数量 大概是平起平坐的一个状态 那目前现在你要买阿玛洛克 大概我想节目播出的时候 应该已经买不到了 应该已经买不到 它只剩下最后的几台库存车 听说现在已经不到十台了 我想很快就会销售完毕 所以也就是说福斯以后不会再有推出 阿玛洛克这个车子在台湾去做销售 那当然所以它的销售数量 当然算是比较低一点 因为就剩下几辆库存车再去销售 那福特的Ranger算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销售数字 是在台湾每个月固定的一个销量 那当然它就是我们刚刚讲了 福特的这个Ranger是属于比较多车型的 一个选择 那它投批的这个执行 其实非常受到消费者的关注以及喜爱 不过它的数量 投批稍微比较少一点点 所以并没有办法一下子把它的销售数量 给冲起来 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那如果说你看到今年的前半年 一到六月的销售数量你就会发现 这个数字可能就会比较有趣一点 以福特的Ranger来说 一到六月卖631台 Toyota HILUX卖了1243台 阿玛洛克则是卖了141台 这也是为什么阿玛洛克它不再 除了车子不会再继续更新之外 它也在台湾市场 也打不过福特的Ranger跟Toyota HILUX 所以也就赶快把现在库存的车辆 销一销完了就算了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HILUX其实上市时间非常的短 大概就是2019年 可是它却在卖了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 如果说你把从2011年开始 台湾市场导入皮卡开始 到现在来去看的话 你会发觉累积的销售台数 以福特的Ranger来说 已经卖了将近有1600台的这个数量 那可是这个HILUX一年就卖了 半年就卖了1243台 算是蛮猛的一项产品 再加上现在其实福特是采 Ranger是采用这个多车型的方式来去应战 那HILUX则是 把这个跟上国际的一个这个脚步 它小改款一推出之后 马上台湾就导入这个 导入市场来开始去做销售 那让这个环肥验兽各有所好 每一个消费者针对自己不同的使用需求 都会有不同的选择 我想在目前皮卡市场里面最热的两个产品 一个福特的Ranger 一个Toyota RX 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对 因为其实福特真的可以说是洞察先机 他们也看到了台湾皮卡市场的可能性 所以从最亲民的入门的车款 一直到配好配满的顶规车款 有这么多的选择让消费者来选 但是最近又推出 加码推出了一个所谓的限量版的 应该说是特试车 罗哥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特试车 因为感觉上 其实它推出的这个限量特试车来说 应该就是直接冲着 Toyota HILUX小改款 对啊 人家小改款了 那Ranger当然要出来应战一下 是 而且它更杀 对 你看我们这个Ranger 推出了一个叫做Texas Edition 对 德州寄兵 对 不是那个德州炸鸡 那它在外观上面 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不过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里有萤幕 有个摄像头 对 因为它推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东西 所有的越野玩家都很爱的东西 对 叫做360度环境 对 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玩家就在分享 就说他们很喜欢Ranger 可惜那为什么到了运动版本呢 还没有360环境 对 所以他们当然知道就是 他们本来已经很有优势 Colpilot 360 在这样子的Pickup上面有 所以大家觉得很不错 可是其实如果有环境的话 那会大家更喜欢 真的 因为太实用了 你在这种很显恶的地形里面 你可以看到360度 你全车周围的环境 你就不用在那边探头出去 或者是找旁边人 或者是叫你下车去看 对 对 对 就更方便 真的是非常方便 所以在这个特别的德州骑士版 它就把它装上去了 对 而且很酷的方便 它还送你一个Ranger的牌子 车牌 Texas Ranger 有没有 让这些这种皮卡的玩家 就可以收藏起来 有的时候 譬如说 我现在跟我的皮卡合拍一下 然后是到脸书上去炫一下 可是我不要把我的车号公布出来 对 对 对 批得下去 对 就稍微贴一下 然后就可以炫耀 而且基本上是只有这种 限量的特示版才有 对 目前就是贴 你一般的车主还没有了 对 只推50台 那这台限量到底还有哪些差别呢 譬如说它在右后方的后斗 它有一个专属的贴纸 你一看就是这个Texas Edition 还有它还加正了一个美式的卷帘 送的哦 那我们是不是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对 我们来操作一下 但是我们请罗哥先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玩这种皮卡 可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比如说它的车身 我们从侧面看起来 会觉得说它车长已经到达了5米3 轴距也大概有3米2 3米3左右 那以这么长的车长来说的话呢 大家在驾驶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困难度啊 你比如说你藏一些路由啊 他们也会用这种的 譬如说因为这个车子 比一般我们现在讲的休旅车 它就真的比较高 对 所以它比较高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这个脚踏的辅助的踏板 对 所以你有时候在上去的时候 你还是要握一下这个 就是不论身高的高矮 任何身形 只要有这一个踏板的话 就比较轻松上下车 对 而且这个是运动版 所以它是给标准的这个五人座 它的这个空间就很棒 对 你看它就跟 你在这个前面的这一箱 你就会发现它跟 基本上跟所有的SUV 它的空间是一模一样的 后抖前方其实就是一台SUV 后抖后方又有兼具这种载货的功能 没错 这个载货你的想象空间就很大 像我们喜欢露营的 那你当然就可以这种 因为它是很四方的大空间 对 你就可以放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好 那 帐篷啦 那一定那一定 什么一些烤肉用具 对对对 反正像我家那种什么什么用具 已经把我一个房间全部都塞满 那个房间直接变成仓库 对 就是塞满满 没要拿东西 它就爬上爬下去 去翻 对 你就知道露营的人 装备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你要出来载它的时候 你当然它的空间越大越好 对不对 那像这个皮卡的好处就是说 你当然可以像这一次 这是有赠送的这个滑帘 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 后抖的拉帘 后头的美式拉帘 罗哥你用这个东西 我们上次有介绍到 其实像这种皮卡 很怕就是后面的这个门 它就是很重 然后很快就这样掉下来 可是它有一个缓冲的空间 连你都觉得很轻松 超轻的 你看这样子 对 它不会这样子 就掉下来 对 这个设计非常人性化 那我们这是 这个美式的这个拉帘很棒 你看 我只要稍微这边拉一下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把它 太棒了 如果你不希望你后面在的物品 去淋到雨的话 或者是希望能够 比较有隐秘性的话 一般来讲 就把拉帘拉起来 对 平常我们买皮卡 都会开始想说 我要不要装这些东西 对 那现在你不用想 直接送给你 所以它在Texas Edition版本 才有的 我知道之前 其实那个Ranger的车主 要选这个卷帘的话 要花九万多 要花九万多块 对 现在是不加价 对 还送给你这个 而且这个是质感做得很好 对 因为其实市面上 你可以找得到很多的 这种改装的 这一类的部品 可是这是原厂配给你 对 这是原厂送给你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 真的 不管是质感 还有它的效果 你看 很好用 非常好 非常好用 对 而且像这个运动型 它是在这个最顶规的运动型 配给你 甚至于它在后斗上面的 一个载货能力 也大达将近快要一千公斤 它一顿 基本上 对 它其实 这种货斗 我们会看两个数字 一个是它的这个 就是货斗的面积 对 你的面积牵测到 譬如说 我要放什么水上摩托车 上去进去 或是说像Iris刚刚有跟我讲 她想要把它的Go Kart 放上去 一定可以的 对不对 很轻松 所以这个就会牵测到 你如果要承载 你特殊的玩乐的道具 比如说摩托车 越野摩托车 之前我们尤卿乃哥 帮我们装过一车摩托车 很厉害 所以这些如果 你要知道到底行不行的话 你就要去比较一下 所以现在Ranger 它还推出了别的版本 对不对 譬如说这个直人版 直人 全能 它那个后斗就更大了 对 看你自己想要 这个等一下 我们让Iris来帮我们介绍 好 总之我觉得这一部车子 它一看 它的价格 非常优惠 现在我想要问一下罗哥 刚才你讲到那些配备的 就是升级 可是它价格有变吗 没有变啊 它还是原本的价格 而且它还给你这么好的配备 而且听说现金去买的话 好像也有一些优惠的好 真的 对对对对 它现金好像直接 149.8 然后现金 如果再加上你有救换星的话 可以现金只有到十万块 好划算喔 然后同时这些配备 全部都不加给你 最重要的是 喜欢玩皮卡的 很希望的360度环境摄影 罗哥是不是带我们进车内看一下 好啊 好啊 在哪里操作呢 罗哥 来 你看我们到了Ranger的车内 你会发现 这真的还是很SUV 对 它的豪华度整体 还有它的配备 我觉得都非常好 尤其你看这个 SYNC3 很棒吧 它是SYNC3 对对 而且它还有COPILOT360 好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重点就是 它的环境 现在变成标准配备喔 对 因为之前我们在试的时候 它就是没有环境 就差了一点点 你想选配也没有 连选都不行啊 没有 了解 所以它这一次就变成 Texas Edition版本 它就给你了 不是 是运动版 它就给你标配了 是这个先发售Texas Edition 让大家知道一下 现在是全车系标配 360度环境 好 所以你看我只要打了倒档 它这个环境会自动 自动启动 但是喔 我如果打到D檔 它仍然在喔 对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在克服困难地形的时候 慢慢走 慢慢走 然后时速10公尺内 10公里内的话 它就会持续的存在这个显示 对你看包括前方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耶 我再来一次 好 对 那你在这边它还有这个 前后可以切换 对 而且还有别的 还有别的画面 这个就是好像有点Bird View的这种 侧后方 这个侧后上方看 像Ego View这样子 有点 对对对对 而且你看喔 像比如说我们旁边的机器 对不对 如果它是一个大石头 没错 或者是山崖的时候 没错 是不是就 你完全讲到重点 因为我平常不露营的啦 那就是罗哥如果是会像你们开这种 跟路由一起出去 是不是会更加安全 对因为我们去的地方 有时候会比较高山 有一些部落的地方 那有时候你在爬山的过程 你会看到旁边有大石头 这边有小溪流 你常常就需要确定左边右边 跟你的轮子 你到底过得去过不去 对 这个时候有这些画面 是不是就非常好 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很清楚 比如说这边有一些什么东西 我都可以看得到喔 对对 而且这个画面整体来讲 它的画质也很棒 解析度不错 对解析度很好 因为它先天的这个萤幕 给你的给的就很好 对对对 等于你在开车的时候 给了一个神兵力气 对没错 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 之前我就觉得Ranger真的很厉害 因为它有个倒车辅助 对对对 就是对于女生这种大车来说 这么大的车子 5米多 自己停好车耶 它有它本来就有APA这种 停车辅助系统 所以我们讲 福特这个公司 它就是很多的创新 其实都走在蛮前面 所以它都很慷慨的 把这些功能 给在这台皮卡耶 对 所以其实像Ranger在市场上面 的选择有这么多 刚才罗哥其实有讲到 除了我们今天帮大家介绍的 这种EDITION版本之外 那原本就有在贩售 就是运动型的版本嘛 还有这个全人 全能型的 全能型 以及比较入门的职人型 到底这三款 有哪一些差别呢 Iris 其实前几年 这个政府开始开放了 这个皮卡的后座之后 其实这个皮卡的数量 应该是一直在翻倍的成长 至今都已经 每年都有这个 好几千台的这个销量 那这个New 4 Ranger 我们该怎么样去挑呢 这边有三个型 就是职人型 全能型 还有运动型 那其实我们刚刚跟罗哥 还有这个志祺哥 我们大家在私聊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很喜欢职人型的车款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像是一箱半的一个车绳 那我们像是很多这种做生意的朋友 他们可能是像我自己就有看过 这个灯光音响大哥 他们需要很大的这个载货量 他们的音响就很大一支 对不对 他们的器材非常的大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2.88平方公尺 然后有1125公斤的一个载货量 的职人型 就非常的适合像这样做生意的职人们 还有呢 如果说你的物品是体积比较特殊的 像是花店 他们有种一些特别的树啊 什么兰花啊 比较大的树木 对对对 这样一些松类的这些树的话 像这样子的一个货斗 其实就非常的适合职人型 而且其实它在后座的地方啊 如果说你载工班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我甚至呢 其实我之前还有听说过 这个什么生存游戏 漆弹的业者 他们其实有时候 他们会需要载一些他们的客人啊 到这个漆弹厂啊 然后后面的后斗呢 就可以载一些他们的这个漆弹的用具之类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职人型 我觉得它适合非常多 我觉得像现在的人 他们也比较有自己的生活态度 他们可能觉得货车已经这个 不是我现在心里想的这个第一顺位了 那像这样的皮卡 有这样子的1000多的 1000多公斤的载重量的话 就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些职人们 没错 那如果呢你是想要把这个工作 跟一些休闲呢 这个兼具 然后我的车内也要舒适 我要有什么这个SYNC 3的一些多媒体啊 甚至我还要有更多的这个安全性 对COPAT 360有这些AEB啊 什么之类的这个车道偏移辅助的系统的话 那这个全能型喔 它就很适合 而且呢它是一个这个双箱式的 它就可以载到正五人 对我们呢如果是今天是一个 一家大小的话 我也可能会带着家人去露营啊之类的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全能型 也很适合它在一半工作 一半休闲来使用 那这运动型喔就是很特别喔 那它的这个马力上喔 其实也上看了 从原本这个职人跟全能的一百七十匹 然后四十二点八公斤米 已经上看到这个两百一十三匹 然后呢五十一公斤米喔 而且它还是一个这个 双涡轮时速的首字牌 所以它在性能上喔 这个爬山涉水 甚至呢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喔 想要呢再开快一点点 都是非常非常的适合 那其实像我最近 我们今年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就是出国比赛 所以其实有一群赛车手 他们最近都很风越野喔 他们就组了一个这个 Ranger的一个车队 然后他们常常在假日的时候喔 有几台车子 他们就是负责就是冲前锋 然后他们可能去玩越野 那后面有几台车呢 他们就是有点像补给车 因为它毕竟它还是有这个 985公升 985公斤的一个载重量 那他们可以把一些帐篷啊 甚至桌椅啊 电扇啊 甚至是因为大家 现在都要很享受 这个户外的越野生活 他们还带了什么 还带了投影设备 还带了行动卡拉OK 去那边 好好的 就是在后面再好再满就对了 对 对 所以其实他们的车队 真的非常有趣 我真的有兴趣的话 我也希望就是跟着他们 一起去体验一下 这个不同的生活 刚才阿蕊子介绍到啊 其实福特的Ranger啊 全车系啊 每一个车型的定位都非常的精准 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工作 或者是你想要什么样的车款的话 其实你都有对应的车款 可以来选择喔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 中阶的这个全能型啊 它不只是配备一样都不少 甚至于在越野能力拉载 货的能力也相当的到位 可是呢 它到底突破地形的能力如何呢 观众朋友 一起跟着我们到外景去 off road吧 你知道喔 这个Ranger全车系 不管是职人运动跟全能系 全能 它都是搭配了同样的这个 电子四轮驱动系统 2H 2H 4H跟Sale Sale是加力箱 它可以放到它的那个中传的动力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水牛坑 我们小事就好了 不要太夸张 所以4H通常都在什么样的路面 是 其实像我们这一个路面就可以使用 虽然它是2.0升单渦轮的这个 柴油引擎 但是它的扭力42.8公斤 其实这一个 我们不要去挑战到很离谱的话 其实4H都很够用 反而我们要注意的是它的进入角 离去角跟那一个穿越角 那其实这三台车的这些角度 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原因在哪里你知道吗 四式轮胎啊 没错 你好聪明 它的轮胎 刚刚我们在路上才说 它有三种尺寸 对... 三种尺寸有不同的特性 当然 哇...这个... 这个路这么烂 这个路就是可以轻松 我们在愉快中体验聊天中 完全不怕 我就莫名其妙过去了 所以全能型的话 搭配的是18吋 17吋 17吋的太多 运动型是18吋 18吋 所以全能型的越野能力 会比这个... 直人型稍微... 优秀一些 优秀一点点 所以我们拿这台来越野 你看到像这个地方 它的越野三角度也表现比较多 对 三个角度都会比较好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在开越野车 这边顺真大家讲一下 其实都是在车头盘位 会比较紧张一点 真的 因为看不到 所以你知道 这个把手就很重要 还有我们外面的这个 其实你是可以探头出去去看 但是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刚刚跑了几次 而且我还算很熟悉 对 你是那边长大的 对 可以这样说 那还越野车一次来这边 等一下乃哥前面那个路很恐怖 对不对 好 你看喔 稍微补一下油門 它根本没有任何打滑的感觉 对 它中间凸那么大一块的事 对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子 你看看到的 多开心 陡坡 这个真的很厉害 陡坡缓降 等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个很多SVP 新的越野车上 好像都配置这种高级的东西 我跟你讲 你真的要挑战 会比较能够试到 这一个所谓的这个 陡坡缓降 不要吧 真的太斜了 非常斜喔 超值得 好 你看我们只要按下去 其实萤幕上 它就告诉你 它已经对了 你知道吗 我的脚是放开 有听到那个哼的声音 那是刹车 我这样看好像 对 我们回头看一下 我们刚下来的波 大概一层楼高而已 你看我们下来 其实喔 它这个电子的系统好处 你看喔 它只要这个 只要按下解除 对 所以它的操作上是非常方便 所以你在下坡的时候 如果当你可能 你没有把握 对 或者是路况很差 你跟大家一起去露营 上山的时候 对 对于这辆路不熟悉的时候 就可以用刚才 没错 那你看喔 现在这个等于说是左右的 它的路况是比较齐取的 但是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看 它低速的扭力 还有它的悬吊 有没有 非常的舒服 因为它的电子悬吊 它的悬吊是长行程的 你对车是有信心的 可是我对路是没有信心的 对 因为我对这个路不熟 我就会觉得害怕 但是我对车 我觉得是有信心 我们刚刚说到它底盘强刃 你看我们包括这个 左右斜的斜度 对 它你感觉不到它有任何女具 然后这个也是非常斜 照理说我就是按一下 好我就完全让它控 有有有有有 那个是刹车 它自动帮你刹车 抖波缓降 对 所以变成说 你看乃哥的脚都没有踩 对 现在等于说是开车 有没有 它是自己帮你刹 所以现在开车变得 非常非常的轻松 然后你只要轻轻地踩下油門 又往前走了 刚才外面的人好鲜耳 那两个女生一直在看我们的车 所以我等一下 应该要载他们也去替 什么 乃哥 你现在要用开车来把妹吗 以它在台湾推出的 车型来讲只有一个登机 那售价是145万 听到这边就觉得 是不是变贵了 其实它的车价涨了 9万块 但是据原厂 原厂的宣称 它这一只加的东西 大概有20万的一个价值 我们看到Ranger呢 强大的越野能力 还有载货能力 所以相当受到皮卡玩家的喜爱 可是在市场上面 其实Toyota的Hilux 在小改款之后 它也增加了它的竞争率 对不对 对 其实就像一开始节目中 艾拉帮大家介绍 在这个市场上的分析来说 Hilux绝对是Ranger 最直接的一个竞争对手 而且它的销售量 以它成长的速度来款 也是非常的惊人 其实在台湾呢 这个车型 我们今天带大家看的是 二度的小改款 而且去年 它是不是2019年7月才引进 对 但引进的时候就已经是 这个车系在全球的一次的小改款了 对 但是呢 以它整体的风格来说 如果说本来的Ranger 就比较有一种野性的感觉 我觉得Hilux是比较从一个文人 去有点做武装的感觉 真的 本来从比较都会 对 现在感觉有比较粗犷一点 两个车型感觉有点在走相反的一个路线 一个补了很多这种舒适性的这种配备 那以它在台湾推出的车型来讲 只有一个等级 那售价是145万 听到这边就觉得是不是变贵了 其实它的车价涨了9万块 9万块 但是据原厂的宣称 它这一支加的东西 大概有20万的一个价值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值它这一次的一个小改款 其实首先在风格上面 你放在路上一眼就绝对认得出来了 它的所有的这些套件 原本是车头是很多镀铬的试条 是 横撞的 那这次多了很多这种防挂的浪板 全部都在从下巴盘一直到引擎盖的上方 它就比较一体式的设计 对 做一个整个有点摸字型的车头的整会 而且它里面其实我觉得东西很多 它试板什么材质的搭配 比较看起来会有一种一种SUV 越野车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的左右两侧 你注意看它的轮拱 包含前方的这种雾灯座的地方 都已经连贯在一起了 然后里面的LED的头灯 一样是白病 而且日行灯造型全部都做了变化 等于它这一次在光外型的部分 其实已经进化了 我觉得算蛮有诚意的 以小改款来说范围做很多 那如果你是有在越野的玩家 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这种车型 开出去深山野野岭啦 什么冲什么水牛坑什么 其实都OK 但是有时候你在林道里面 会很担心车侧被一些树枝 树叶刮 没错 所以这一次除了这种防刮材质 轮孔的地方起了作用以外 它包含后视镜的部分 还有车门的握把 而且它除了这些外观上的精进之外 其实冠宜也知道 它推出了一些TRD原厂的改装布品套件 在哪些地方 带观众朋友看一下 其实包含它的 你看到车门打开的时候它的踏板 以及前后轮的算挡泥板的部分 都是正TRD的布品 其实包含车顶的行李架 还有一个 我们在发表会的时候 有小小抱怨一下 你觉得它那个尾门很重 对不对 其实包含前面的引擎盖 还有后面尾箱 都可以选配油压顶杆 这些东西 不是标准配备 对对对而且你不用做一整个package 可能你需要哪一些项目 原厂就可以提供你 可能在经销商购车的时候 分别的去做选择 然后再来讲一个 我觉得这一次小改款很大很大的重点 麻烦冠宜帮我开一下引擎盖 因为在动力的部分 其实以这种pick up车型 特别是小改款 我觉得真的提升很多 很重吗 还好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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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油压顶杆 好这个引擎 原本本来就是走一个 比较高扭力的一个数据 它是2.8升的四缸柴油 但是这一次小改款 一口气加了大概有15%的动力 已经目前已经突破200p 204p 剩下21公斤米 对 所以它的调效来说是非常的高 包含其实包含它引擎的腹内 举轴连杆还有涡轮等等 都进行了优化 所以可以提高这么多的一个动力的输出 而且呢 以这个车型来说呢 它的 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诚意的 大家看到中间这个这个机器 其实它是一个前面 撞风散热装置的水冷器 对 它的整个散热的系统 效果会更好 对也进行了优化 只是这次还要再加这个ADBLUE 对这是在柴油的部分 因为为了 因应台湾的一个环保法规 那大概行驶里程 8000公里 对对对 你这样换算起来其实真的不贵 你一次保养大概花个几百块而已 就是8000公里大概花500块钱 对那讲到那个柴油的动力呢 其实它有一个配备 我觉得很特别 真的很特别 就在驾驶座的左边 你会看到一个按钮 它其实是DPF的再生的控制 DPF是什么 所以我们知道柴油有所谓的柴油滤行器 但它需要做一定时间 它要去做类似 它可以做定速 定转速的一种燃烧 或者是在HILUX上面 它就是用检测的方式 你去按 我的里程式还OK 再按 不行了 它会叫你去路边停车怠速 然后它会空燃 把它做一个算清洁 排碳 对 没有错 所以其实在这个 不只动力部分 这一具动力 其实它在柴油的 像尿素 油耗这些部分 其实也都是有所提升 而且它在车内的舒适配备 也提升了蛮多的 还有一些体感 包含外观的造型上面 就没有那么中东圣战式的感觉 对 起码它有一个 起码这个圣战式 它开起车来在夏天的时候 会比较凉 因为座椅有通风 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感的 就是一些小细节 包含那些 门板这些法斯纹 里面还有什么 蓝光的气氛灯 就是在小细节 舒适性的部分 再提升一点 那最后就是 其实过去HILUX 我觉得它的后轴 真的有一定挑 因为这种车型 毕竟叶片弹光 一定会有这种的问题 没错 但是它这一次把棒数降低了 然后包含它的检镇筒 套筒都有换过 就整体是比较走 舒适一点点路线的 就等于 其实刚刚也在跟大家聊 这种车型 过去就是要载货 但现在慢慢的 讲求到舒适性之后 也会把人影考量在 比较高的一个顺位 没错 就是这种车型 每次编程的调整 不管是HILUX或是RANGER 在一些不同品牌上面 大家所做的目标 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对 以前比较强调off road 可是现在 你在on road的表现 也要很好 因为毕竟这种 这个属于这种 运动型的皮卡 现在玩家越来越希望 除了兼用商用之外 其实休闲的部分 也要更注重 可能会在意全家人 但是如果你是皮卡的玩家 你可能在意的是 比较性能的表现的话 我们帮大家比较一下 在台湾的汽车市场上面 你选择这三台的运动型皮卡 他们到底在性能上面的表现 如何呢 艾达 是的 冠宜 我们看到市场上面 这三台皮卡 也就是FUTEL RANGER TOYOTA HALUX 跟VIDA AMAROKA 这三台车都是一时之选 不过呢 为什么在销量上 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你可以看到 福斯AMAROKA 光是价格上面 就逼近200万大关 所以它在价格上面 并没有那么多的优势 那再来呢 在动力的部分呢 现在看到三个车款 都是采用柴油引擎 不过排气量却大不相同 以FUTEL RANGER 来说是2.0升的排气量 TOYOTA HALUX 是2.8升的排气量 VIDA AMAROKA 是3000cc的排量 但是都配置涡轮增压引擎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FUTEL RANGER 它配置的是 双涡轮的增压系统 所以它的动力输出表现 即便它只有2000cc的排气量 但是它的动力输出 却表现得相当不错 甚至比这个 TOYOTA HALUX 还要更好一些 那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以VW AMAROKA來說 它3.0的涡轮增压引擎 柴油的 它的动力输出 则是这三台车里面最好的 最大的马力是达到258匹 那最大的扭力则有59.1公斤米 是这三台车里面 动力输出最好的 那刚刚讲到排气量的不同 所以在税金上面 也会有一些差异 那HALUX跟AMAROKA是 属于同一个急距的税金 不过这个 以柴油的这个车辆的税金 税制来说 在台湾税制来说 我可以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 每个月差距只有185块不到 每个月185块不到的差距 所以这一点可以忽视 那再来动力的部分 以TOYOTA HALUX跟FUTER RANGER来说 差距不大 最大的扭力都是51公斤米 但是FUTER RANGER的这个马力 稍微比较大一点 来 接下来一个很重点的部分 在变速箱的这个 齿轮这个档位来看 FUTER RANGER有10速 也就是说它有10个档位 HALUX只有6个档位 VW AMAROKA是8个档位 8个档位 那以10个档位跟6个档位来说 我们刚刚讲啊 这样子的车型 很多人会使用在都会的使用 休闲的使用 甚至是OFFROAD的使用 那我们也都知道 柴油引擎转速相对而言 是偏低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所以呢在你如果高速公路的巡航 10速跟6速的变速箱 相对而言 再从0开始禁止 起步一路加速到100 这中间它要换档的次数 RANGER会比较多 同时它表示是什么 它档与档之间的衔接 会更加的绵密 转速每个档位中间的 转速的落差 其实会比较低 所以呢在换档的同时 乘坐的人 驾驶人的感受 会更加的舒服 以6速来说 它每一档的换档落差 档转速掉的落差来讲 就会比较大 这是目前看起来 Toyota Highlights 在行驶上面 在档位上面 会比较 输给福特RANGER的一点 那阿玛洛克是属于8速 不过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 阿玛洛克将来 不会再有车子可以买 那当然在越野的部分 还是很重要 在拖曳的能力上面 三台车都是3500 这个是大家都一样 但是呢在载重能力呢 你就会发觉 Highlights是最差的 只有720公斤 那福特RANGER则高达 快1000公斤 有985公斤的一个 这个载重能力 再来所谓的进长角 离长角 离地高的表现 都是这个RANGER表现是最好的 那Highlights稍微在 比较居中 以阿玛洛克来说 这几个所谓越野的指数来说 它稍微算是比较差一点点 那再加上最后一个 有的时候 你到零道里面 或者是要塑溪 刚刚Iris有讲很多塑溪的状况 你就会发觉 涉水高度的差距 都差蛮多的耶 RANGER有到800 Highlights700 两个不相上下 但是阿玛洛克就稍微差了一点 只有500mm的一个涉水高度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可能未来只会剩下 RANGER跟Highlights两个车型 再继续地在市场上面销售 很重要一个原因 当然皮卡的玩家会比较 就是你想要买这类车型的时候 你就比较刚才我们帮大家 稍微比较的动力 甚至于变速上形式 以及越野的能力 可是因为新世代的SUV 运动型的皮卡 不仅是兼具了SUV的这种多功能 还有舒适性 同时在配备上面 也朝向豪华靠拢 那接下来我们请罗哥 帮大家好好来比较一下 以皮卡的三巨头来说的话 它们在外观的配备 甚至于在内装的配备上面 有哪一些差异性 首先我想这个世代 大家都把皮卡 也当作豪华SUV在看待 可以这样说 对 所以它最基础的 有几个现代的元素一定要有 比如说LED的日行灯 头灯 雾灯 有没有 这些东西是必备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三部 应该说Ranger跟Toyota HILUX 是有的 那AMARC的时候的地方 它是有LED的日行灯 不过因为它在发展的那个时候 它只有HID 气体放电头灯 其实HID以前是大家喜欢的 是啊 只是说现在的主流流行是LED的头灯 真的 时代一直在进步 对 灯具也在进步 那我们在想就是 其实也是因为AMARC 它的下一代就会跟Ranger 采用同样的平台 所以它在后续接下来 过去这几年就比较没有认真的在为它再做继续的升级 这个是其中的原因 我想我们过几年 可能明年后年就可以再看到新版本 我不知道是不是仍然叫AMARC 到时候再拭目以待 不过它就会跟这个福特 这个双福就要合体 那我们再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大家比较重视的就是影音娱乐多媒体系统 像Ranger我们刚刚有讲 它有Sync 3 Sync 3 现在Sync 3已经到3.4版了 那而且它的功能也非常的完全全面 就是有Android 然后Apple CarPlay 那甚至于它有内建的地图 对 它有它的地图 中文的一个卫星导航 对 中文 而且是繁体中文的整个的界面 所以它是做得相当不错 然后那在HILUX上面 它也是有一个多功能资讯显示幕 那是不是可以支援这个Apple CarPlay 有 有吧 也是要去 其实怪你你知道在Toyota上面 我之前都觉得 你知道他们最大的敌人是谁吗 就是他们的车机系统 但是我必须要说 其实在HILUX上面 它现在是4G的旗舰版 它触控其实很快 你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其实包含Apple CarPlay 那些功能都有 好 那这样的 谢谢仔细的补充 好 那在AMERUX上面 就很可能它就是比较小一点的 多媒体资讯显幕 6.3寸而已 那但是 没关系 反正它已经快完售了 我们稍微跳过 那在RANGER上面 还有一个很酷的东西 我觉得很棒 就是它有一个主动降噪 你知道吗 我们开RANGER我会很惊讶 就是如果你没有换轮胎 用原厂轮胎 你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车内隔音好好 非常好 其实它在音响系统 它是有做主动降噪 你不知道 你会觉得 这个车怎么 车体结构坚固 也就罢了 对不对 它的隔音 甚至于不输给很多高级的SUV 它就默默的帮你就静音了 这个非常的提起 很厉害 然后它也有八项的电动可调的 驾驶座椅 驾驶座是八项电动 然后双驱独立恒温 然后也有PUSHSTAR的这个引擎 启动按钮 最重要 它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输出 也有110伏的我们常用的电压 那么在TOYOTA HILUX这一部分 它也有这个八项电动可调的 这个驾驶座 驾驶座也有PUSHSTAR 然后这个车机系统 刚刚也有讲过 也有导航 那它的输出比较特别就是 它的电源也有12伏输出 不过它的这个AC的部分 就是交流电是220的 奇怪 我们又不是220的 这个很可能跟它的原产地 是有关系的 对 那AMROC的话这部分 就是比较稍微弱一点 它大概也没有什么 那么多丰富的配备 然后反正它也要玩手 我就不用多说了 好 好 利用电子方向机的修正 跟利用内轮刹车的修正 基本上那个Label 虽然叫做都有修正 但是等级大概 不一样的 差非常非常多 现在买车不论你买什么车 当然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安全 那在这个皮卡上面 也不遑多让 我们请Iris帮大家比较一下 这三款车皮卡上面 到底有哪一些安全的配备呢 真的 早期我们这个玩皮卡 都是希望可以尽量的Hawk 尽量的热血 尽量的越野 可是近年来 因为这个风潮 其实也慢慢的在改变 所以安全性 大家其实也越来越在意 那当然就是撇除了我们这个 其实刚刚罗哥 这边都有提到 它目前已经是一个停止生产 然后已经基本上快要完售了 基本上我看它上一次的小改款 也是在三年前 它比较算是一个叫之前的车型 所以它主要应该 它的内装非常的漂亮 舒适 那还是会有一定的族群喜欢 但是安全配备上 这边可能就是 就没有跟上 主要新世代A的系统 对 但是像基本上的一些 巡机防滑 这些 或者是一些陡坡缓 这样的功能 它还是有的 那在这边 我们就是用Ranger 还有Hilux 来做一个比较好 因为它们都是这个新年度 来发售的 那首先就是我们 其实每次录影 好像都有提到说 ACC现在在这个市区上 在高速公路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重要 那如果我们有时候越野玩 我们去到什么花莲台东 爬山涉水之后 回来通常也是要开一段高速公路 对 所以这个时候有ACC 整个自动巡航系统 其实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那我们这两家 这个福特跟Toyota 基本上都蛮有诚意的 在这个运动型跟这个Hilux 里面都增加了ACC这个功能 那另外在这个车道偏移的警示里面 他们其实两边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他的Ford Ranger 他是采用一个系统辅助 来拉回方向盘来做修正 那Hilux的 他就是采用内轮的刹车 来辅助这一个车道偏移的警示 那再比较一下这个自动停车 其实有时候很多人开大车 其实他是有一点点紧张的 如果说路边停车可是刚刚好的话 这个如果没有360度环景的话 真的会有点紧张 那目前两个都有360度环景 但是Ford Ranger 他却增加了一个路边停车 自动停车 其实真的是还蛮造福一些 就是开车新手 或者是怕开大车的朋友 然后再来AEB目前也是 这个新式科技里面 这个蛮重要的一个自动紧急刹车 那最后再来比较就是 在Ranger里面 他还搭载了这个LED的智慧型头灯 其实这对于有些在比较昏暗的地形 或者是森林里面来说 这个部分 它可以自动切换 对 其实也是蛮不错 蛮实用的 好 那我们一路比较下来 这三款的皮卡 目前在台湾市场 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不论是从性能上面 还有配备上面 安全上面也都帮大家比较了 那我想大家心中 你应该会觉得说这几个皮卡呢 我心里应该有一个比较喜欢的 我们也来看看专家们 其实他们也都试过了 这几款的皮卡 到底他们心中认为 皮卡的霸主是哪一个呢 我们先问一下艾大 如果说这三款车让你选的话 你会选哪一款啊 其实从开始到现在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比较分析 对不对 你说要讲霸主的话 大概是福特Ranger莫属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美系的 皮卡的代表 那我们知道皮卡的车型 在美国是非常非常畅销 热门的一个车型 甚至在整个美国销售最好的 就是福特的皮卡系列 对不对 那当然在这样看到 什么配备上的一些差异 其实那个Iris刚刚跟我们讲说 这个现在都必须要什么 修正对不对 那利用电子方向机的修正 跟利用内轮刹车的修正 基本上那个level 虽然叫做都有修正 但是等级大概不一样的 差非常非常多 差非常非常多 那所以也就是说 你问我怎么挑选这个皮卡车型呢 我会觉得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一个这个需求 因为目前 那个人比较喜欢呢 对 我个人比较喜欢 因为目前我并没有 皮卡的需求 所以我都不会买 但如果你邻居要是问你的话 你会推荐给他哪一口 我邻居要问我 我会推荐他买这个Ranger吧 因为毕竟CP值高 对 配备上也比较满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 像现在这个什么 Texas Edition 我觉得加了很多东西非常划算 像这种大车 有那个360度环景跟那个 那个鸟看那个 那个测向那个 Ego View Ego View那种感觉 那个东西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需要 即便我们天天试车的人 有时候开这个大车 还是会有一点心疼疼 都市停车也很方便 对 而且他还有自动停车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太太 真的要开这台车出门的时候 他还有办法停车 真的真的 对不对 这一点很重要 好 那智希你呢 你会选择哪一款 我会选Ranger 但不是现场的 因为我觉得买这个车 就是要去吞 所以我会买职人型 而且就放心 玩不到一百万 我觉得很划算 而且我们小时候 看Pickup长大 就是喜欢那种 Man那样 对 但有点单箱式的 就是后面是 要么半解 要么没有后座 这样才帅是不是 帅 真的帅 反而是喜欢职人型 那罗哥你呢 对 严格讲 我也觉得职人型 真的是很棒 你看一百万 你们觉得太实用了 比如说你要去露营什么的 载很多东西 因为它的载重量 也是最大的 对 而且事实上 还有人把这样子的车型 改装成露营车 就直接在后斗上面 直接加盖 有 有看到 对 如果你用职人型弄的话 它的空间又更大 更大 在后斗的话 而且你的目的明确 然后一台车 你看一百万 再花个几十万 不到一百万 再改一个那个 那个台湾人很会改 那个就是做装潢的 你结构弄好 做一做 其实我是真的有看过两个朋友 有做过这样的东西 那就是已经做好了 可是其实它那个 在做这些装潢在后斗上面 也要看它的承载能力 它那个是完全合法 它可以超过一点点 然后有限高 但是载重能力 他们也要考量 对不对 载重能力没有问题 OK 直升型可以超过一千 对啊 没问题 所以还要选车型 可不可以 我觉得你买一台 把它改成露营车 帅爆了 卓哥要下单是不是 而且你看不到 如果就外面去不到一百万 很酷耶 那Iris你呢 其实我想我应该是瘦一些 这个小时候看这些美国电影 这是什么变形金刚 然后什么玩命关头之类的 所以我对每戏皮卡一直以来 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我自己本身也会选择 直人型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直人型好好实用 而且拥有它好像就很想 做一点生意的感觉 开店 对啊 然后再加上罗哥又说 其实它可以做成 像是这种 露营车 甚至有一些那种行动餐车 他们都可以这样子做 那它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有它的机能 然后非常的实用 重点是它还可以载人 其实如果